嘿嘿,又是大老师 哎呦,这什么呀 这是强烟,就是口径略大略大 我叫Mike,此时此刻一场世纪大战即将爆发 交战双方分别是由我,神经哥和四孤单单组织的猛男队 对阵大老师和睡不醒的笑容组织的美女野兽队 如此谁手即将接下 但老话说得好,功与善其事,以先力其器 为了认真应对本次开黑 我特意选择一台ROG枪神6PLUS超新版作为我的战斗力气 无需多讲,这是一台很多游戏玩家眼中的梦中神机 搭载着12代旗舰H5I9处理器 以及150W满功耗RTX30听菜显卡 提供整机215W的超强性指法 再加上这块17.3英寸2.5K高刷电竞屏的辅助 大老师和可怜的肖尔,你们要倒霉了 顺便提醒一下,如果有小伙伴也买了这台游戏本 记得玩游戏时,在二场中心期望的独显直连模式 这可以让你有一个更好的阵术体验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游戏准备狂虐对手 游戏开始了,我们选择这个圣塔西纳约定点作为战场 你许约定可以使用任何武器 这个地图障碍物颇多 为此,我打算先用一把双喷实实水 再描了一眼对战双方认准了对手的名字 这个横杠是肖尔,一串数字的是大老师 现在准备战道 哇塞,神经哥就来选一把RPG 瞬间就把大老师打懵了 大老师不愧是职业悬术般的存在 反应太快了 咱们能不能少说点脏话,笑音都笑不过来 诶,等等把钱销搞死了 冲我什么样,没虐打 我说了吗,我怎么居然没死 我居然打死人了 不好,大老师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打不死 万象只差一点就被大老师一传三 那样就太丢人了 对了,这台游戏本的性能是真够强 最高画质下 能稳稳地在100到120针左右 用起来得些言少 来,大老师 听,丹丹还在叫嚣呢 让你看看 让你看看我的实力 自己人都分不出来,还这么狂 在这里 话说这个地图真的是太适合PK了 很容易就能引起这些汽车的连环爆炸 我看你怎么吃的 哎呀,总暴影来得这么快 刚喷死小二球大老师 恭喜,都没给我拿着一丝兴奋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 这一次我也选不强 哇,这么快吗 哇塞,大老师六杀了 真人反应太快了 年轻真好 我得再谨慎一点 嘿嘿,我排中了 再加碗,再加碗 防弹表达成像 咋地 他捡了我的像 太快了 这可怎么说呢 战场就这么大 拼的就是天生变味和反应能力 大老师之前可是CS高手 基础打得好没办法 所以 嘿嘿,口径即正义 兄弟们,不必担心 看我狙他一跑 爽 怎么样 实际一枪不错吧 可以 直转 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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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で 撞到 接起来 接下来 再再咱zan 我在车顶上 出来大老师 我在车顶上 车顶上 是蜇二 红点点就是敌人 你 嘿嘿,又是大老师 唉呦,这什么呀 这是强烟,就是口径略大,略大 等一下,刚才过去个什么 原来是我们可爱的小二姑娘 这一锅,这一锅 她俩都在前面,还有一发继续进攻 嘿嘿,这个肯定是大老师 哎,在后面 万象,万象 恶心我是吧,迈克 哪有,运行,运行而已 最狗,最狗 先炸谁好呢,不是朋友,好男熊 这个,赶紧跑 好假 不要点了,不要点了 我感觉这个热成像在这里不太好优雅 到处都是热源,不好玩电 再送给你点一个小小精神 哎,今天都躲过去了 打老师太气氛了,都快给丹丹打出细腻阴影了 哎呀,这个打法是不是太老六了点 吃鸡吃习惯了,改不掉啊 咱说个实话,规定一个模式 这个,这个图对妹子不太友好 行,一会咱们换个图 然后指定只用喷子,追击或者杀鹰 马上到时间了 还到不了吧,这才打了几段 这不是说一枪一个啊 这种对妹子比较好一点 这没钻地弹,直接带到大佬是新窝里去了 或者用手枪啊,那种TTK 就是那种反应间比较长的 那样的话,他一出门就送不了 没问题,下一局约定行 嘿嘿嘿,知道我实力了吗 你这,凑递一滴你 哎呀,什么东西 有人 小二妹子零杀呀,这个玩法确实对她很不友好 我现在有点担心,好不容易约个妹子一起玩游戏 这游戏可别给欺负她 我问标点了,她在里面 在哪,这个游戏的标点怎么看 哦,看到了 我看到她了,看到她了 哎呀,这个标点误差也太大了吧 神经哥你不靠谱呀 他还没死吗,大老师啊 大老师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他俩会从哪个方向出生了 玩具一箱爆头模式 对啊,只能爆头 机箱爆头模式 玩具,嘿嘿,我的路门成像是 那我去不打死人了 都一样 没子弹呢 丢弹要向你家 我有,还有 哎,我有,我来 在哪儿 赶紧拿,大老师过来了 我也来 我也来 我们一起 你们看看妹子给你们 被你们打成什么样了 有没有这个 没听到,不是我打的 人们进来看一把 哎,还不死 人进来看一把 就光看死亡回放了 说真的,CUD19的死亡回放 其实做的也挺不错的 追过 知道大老师为啥不喜欢这个图吗 他属于硬派打法 最擅长正面银杆 但是这种地图 在我们吃鸡玩家眼中 那就是完美的主战场 现在如鱼得了 这个赔钱还不能随时换就很烦 军火箱刷先了 又可以给我的大巨装上两个子弹 这种技术太复杂了 我也玩不玩吧 这大脚丫子肯定是大老师 唉,晚了一步 没关系 那就打小二 哈哈,赢了 最终 我们小队以30比14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开心极了 但其实吧 小二和大老师有件事情 并不知道 就在此外 我们三人已经提前在这个地图 秘密演练了两小时 才能取得现在这个图 但是接下来 我们要按照大老师的邀请 有点全新打法 我们猛男队一时不含的成功 水出 已经稍微可知 哈哈哈哈 哎 太好了